这张是谁的作品 这张好学浩翔 这张呢 帅雨是你画的对不对 这张呢 所以我叫知庙 所以非常感谢所有的小朋友 你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能够快乐地成长 认真地学习 四月份不但是儿童节 而且也是男友阅读日 也是世界阅读日 那我们希望呢 培养出小朋友的阅读 那在阅读当中呢 能够了解到自己 也能够看到全世界 增长的知识 所以呢今天呢 特别来到的这边 那就是宜蘭县政府呢 但是呢我们希望这个县刊呢 能够让我们小朋友呢 也都能够了解宜蘭县政府呢 在这两年多当中 做了什么事 对教育的重视 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呢 小朋友呢能够了解 在我们的这个县刊里面呢 特别呢有一个全版面的 还有注音的符号 让小朋友能够了解 刚才县长有讲到 那这个小朋友在手上都有一个是 我们的县 县 县刊 对 那各位小朋友 我们来念给县长看一看 会这么多叔叔啊 来看看 我们只有二年级 可是刚才县长有说 这个上面的字 因为有加注音 所以我要看看二年少班 跟小朋友会不会读 县长你来帮你们听听看 来我们先念几个大字 好 航向梦想的冒险家 航向梦想的冒险家 那这里面呢有几个不一样的 比如说第一段是 原来世界上有不一样的 儿童节 好 第二个是航向大海小航手的 勇者 非常棒 十七号 我是林瑞宇 好 十八号 跟大家分享他的梦想 何情 我的梦想想要当空姐 因为我觉得空姐在飞机上送餐 我觉得很了不起 我们于智恩要当空姐 因为当空姐可以在飞机上送餐 很了不起 你会梦想成真的 真的 好 还有谁要来 雨显 我的梦想是跟孙悟空一起踏上金斗鱼飞上天 他想要跟孙悟空一样踏上金斗鱼飞上天 好 那 穿越时空 因为穿越时空的话 可以留定很多 就是原来还在不确定的事 好 他想要穿越时空 我看很多不确定的事 先来打全球万民县长 这我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海旋的光荣 也是宜兰的光荣 这个是我们郁城的画的图 他的名字叫做我第一名 然后呢 他们又去参加全球的比赛 在前天才刚刚获得通知得到全球的佳作 所以真的是他的梦想 请大家为他拍一拍手 好 好 谢谢你 这问题太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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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